站不站 站 這個關於我們這個東營救濟 這個其實已經在我們兩位中立黨的帶領下 已經辦了13年 那對於社會弱勢的這些我們經濟弱勢 不管是經濟弱勢或是他家庭狀況 有一些情況的這些家庭 我們北港分子的挑戰 來配合兩位中立黨 我們蔡議員 對於這些決定進行關懷 在這個榮譽春節前 我們把我們所募集到的物資 由我們的同仁送到這些人的手勢 希望透過這樣的行為 能夠把社會這個善的力量 發揮到極致來關心 讓我們社會能夠更好 這是我們警察的一個職責之一 謝謝 這個年關將近 非常感謝我們北港分局 還有所有各個分助所 大家在勤務非常繁忙的期間 尤其最近整個防疫又升級 可以說除了平常的警務工作 還有這個防疫的一個工作之外呢 再度擔任我們社區關懷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兩位中隊長 黃宏奇還有林文斌 他們已經進入第13年來募集物資 透過各分助所 北港區的一個所有的警務同仁的手呢 把這樣的一個物資 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中 那這次呢 工作更加繁忙 但是他們還是不辭辛苦 全力來支援 再度向他們致敬 也呼籲我們請大家能夠體諒 我們警務人員在整個執勤過程當中的一個非常辛苦的地方 尤其現在整個防疫升級 大家也可以來多多來支持我們的警務同仁 多多的支持相關的防疫工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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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我們本局 警察局每年都做這個動靈救濟 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非常感謝我們國界 我每年都來載載動靈救濟的東西 來給我們比較抑制的感恩負 感謝國丹流的贊助 現在我們再回來出售國民的辦公室 讓我們感恩負 不能再本坡找種 謝謝